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藏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打GTA5的第77 上一期迈克遇到了婚姻问题 但是他自己没有处理好 得罪了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结果他欠了一屁股债 所以他决定重操就业 那么咱们这期开始 就是控制迈克 去找他一个老伙伴 叫做莱斯特 那么好 咱们现在乘坐迈克的车 去找他的伙伴 莱斯特 不过今天迈克的车 是黑色的车了 看来迈克的车是真不少 好 我现在上车之后 我调一下卡纳比 请稍等 我看看莱斯特他们家 在哪住 L 我还挺远 那么好 咱们出发 看来这个路是不近 估计得开一会 OK 后面有车 咱们发动 对咱一般开车时 首先先看一下 后面两旁 当确认安全无误的时候 咱们再开车 这个卡车 集装箱我超过他去 然后咱们从前面的路 咱们右拐 我这前面已经停了三辆车了 不行的话 我抄下车 我抄下车吧 前面这个车在等红灯 咱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我抄一下车 OK 那么好 咱们要过两个十字路口 然后咱们再右拐 然后咱们再右拐 稍微有点寡蹭 好 过了这个十字路口 我准备减速右拐 速度减得有点急 OK 接下来咱们应该是左拐 今天的洛杉矶好像有些雾 这边是左拐 这是要让我上高速吗 前面还有一个摩托车 美国的摩托车看来也能上高速 日本的摩托车是可以上高速的 应该不是高速 应该是快速路 不过它的牌子是绿色牌 稍等 这个地方我应该是右拐 绿色牌应该是表示高速的意思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还应该再做一个 斜右拐 OK OK 今天好像这个有宝物 我从这再左拐 请稍等 地图上怎么有一个蓝色的标记 是什么意思 蓝色是说明是朋友吗 不知道 稍等它差点抹我一下 OK OK 咱们从这个路口咱们再左拐 现在车开的比以前稍微熟一些 不过我开的一半不是很快 好 我从这再右拐 这莱斯特他们家怎么住的 这么偏的感觉 住农村 并没有住到这个 洛都的里面 洛盛都的里面 对了 它不叫洛杉矶 叫洛斯桑托车 不叫洛杉矶 叫洛盛都 咱们国内翻译成洛盛都 是吧 OK OK 日本的翻译成叫做 洛斯桑托车 应该是差不多 OK OK 好像莱斯特他们家 并不住在城市里面 住在乡村啊 好 我过了这个路口呢 从前面的有一个岔道 右拐 我看啊 是马丁 那个黑帮给我来联系了 他说 我的钱在什么地方 让我赶紧把钱准备好啊 否则的话 有我好看 得罪黑帮真的是没好结果啊 OK 咱应该是到达了 莱斯特他们家 他们家可是够破的呀 看着啊 这可不像是有钱人的家啊 这个生活看着 比麦克可是差远了 但是麦克为什么还找他来 估计有一定的道理啊 好 咱们赶紧进屋 还有摄像头 这麦克这是什么姿势 他说莱斯特 你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OK 打开了 我这屋子可是够破的啊 你来得太慢了 你是不是就死了 我没有死 我活得很好呢 你是不是需要我帮着忙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来这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吗 你是我最差的朋友了 我呢 是认可的 对了 你能不能先听听我的一些个请求呢 咱们应该互相帮助嘛 对不对 我必须要赚到钱 那么你再找我工作吧 什么 莱斯特 过去的那些话呢 你没有走路风生吧 我的名字呢 谁也不知道 我呢 绝对不会背叛你 你的事呢 我没和任何人说 哇 他这个字幕真的有点太快了 我感觉他们两个以前肯定做过什么事啊 然后呢 莱斯特呢 帮他守口如瓶 哦 莱斯特拜托迈克要干一件事啊 哦 他说一个叫做Nolise的人 是一个骗子 哦 麦克说这个人是美国的希望 哦 莱斯特说这个人呢 他在设计一些个芯片 麦克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看来莱斯特呀 他是搞IT的 然后呢 他拜托麦克呢 去做一件 什么事呢 我看看 让麦克装扮成数学天才 莱斯特呢 是让麦克呢 去找一个工作 麦克说 我是个强盗 我可不是什么写网页的 他让麦克去写网页是吧 有点意思啊 他的应该是说让麦克呢 去应聘一个工作 那咱们现在呢 应该是先去一个服装店 然后呢 给麦克换一下衣服 然后呢 麦克去做一个面试才对啊 那么好 那么咱们现在开车 去一个服装店 我刚刚好像是说麦克45岁 希望他能够换装 打扮成像个80号是吧 有点难度啊 那么咱们赶紧去一下服装店 不过40多岁人 穿什么也不像芭蕾Home对不对 咱们试一下啊 咱们穿一个潮一点的衣服 也许能蒙混过关啊 不过搞IT的人 头脑都不会太笨啊 一面试的话一看 你不像这么年轻的 说不准啊 好了 不说啊 咱们先去这个服装店 咱们先去这个服装店啊 咱们还得要上高速是吧 不过应该不是高速 这应该是快速路啊 因为上高速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这个ETC路口嘛 这个高速没有ETC路口的话 应该仅仅是一个快速路才对啊 咱们应该是一路往前 这个路看起来还算比较好开啊 没有什么急转急停的弯啊 看起来不过还确实像高速啊 是高速的感觉 我不知道美国的高速 还是跟快速路的感觉差不多呢 不太知道啊 我现在应该是 不对不对 我应该是从右拐啊 稍等啊 这个Canabi我看得好像 不是特别准确啊 应该是从这拐才对 OKOK 这个立胶桥的键膜 我觉得键的真的很不错啊 非常的逼真啊 和真的是一样 接下来我们应该是左拐啊 不好意思啊 刹车刹晚了 咱们再来啊 人家喇叭我也没说的啊 这样的话 保险公司应该会找我请求来才对啊 所谓的请求是一句日语啊 就是说保险公司会给我寄发单过来啊 这得小心啊 咱可不能再刮蹭 迈克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可没钱修车了啊 所以咱们开车时小心一些 OK 前面应该就到了服装店 我一会儿直接从这来个U-Town拐就行啊 稍等啊 我从这咱们U-Town一下 趁现在没有车 我这美国的地面可是够脏的看着啊 OKOK 我看应该就是前面这个 叫做Suburban是吧 Suburban OKOK 好 现在咱们进入服装店啊 哇 这个服装店外装修看起来可是真的不错啊 看他卖些什么衣服啊 有点像这个U-Ni-Colo啊 像这个U-Ni-Colo啊 不好意思 我呢 想做一个技术公司的面试 我该穿些什么衣服呢 看起来年轻一些 什么 你刚被解雇吗 真的是太倒霉了 不对不对 我不是解雇 当然 没关系 你仅仅是上些岁数了 被你解雇了 我父亲也是一样的 哇 这个女服务员还劝我呢 她以为我是刚刚被解雇啊 好 你看看 这些衣服都在这里了 你随便挑吧 好 那我挑衅衣服啊 选择合适的衣服 那我看一下 哦 这看起来是年轻啊 但是颜色的话 我看看哪个像搞IT的 因为我是搞IT的嘛 所以我对这个比较有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绿色的比较像搞IT的 那咱们就来绿色这个 我觉得要么红色要么绿色 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绿色啊 咱们再来条裤子哦 哇 看起来是年轻啊 这个迷彩不错 稍等啊 我再转一转啊 要我的话就选着迷彩吧 因为我也有一条这种迷彩的裤子哦 那咱们就来这条 OK 接下来我想再选个眼镜啊 稍等啊 哎 不能选吗 啊 不能选了 啊 那算了吧 那咱们直接去 我看下面写着什么 去这个Life in Benda这么一个公司 Life in Benda Life in Benda是个什么东西啊 咱们不说了 咱们现在开车去这家公司面试啊 去面试啊 一会儿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小游戏啊 说不定啊 IT公司面试那都是千奇百怪 我看啊 Lyster给我来电话了 我看怎么说 他说你已经换完衣服了吗 我和你说一下你要干什么 这家公司呢 正在开发一个新型的手机电话 你把我包里的这个芯片呢 装到那个手机电话里面 如果你穿的没问题的话 然后呢 你就去等待 看谁开门 你呢 就顺着门进去 啊 Lyster让我干这么个事啊 OK 那么咱们接到了Lyster的任务 咱们赶紧去面试啊 啊不对 不应该是面试啊 应该是溜进去啊 溜进去 然后呢 把Lyster的一个芯片 装到那个手机的里面 就算完成任务啊 啊 这有点像特工啊 那么好 应该是快到了 稍等啊 应该是过了这个十字路口 我左拐就到啊 我看到了 那个黄点 那么咱们拐一下 我边上这辆是汉马吗 还是这个路虎呢 OK OK 这个车我就停在这儿 然后呢 它让我去一个内口 去一个里口 乌拉姑提 我看啊 应该就是这儿吧 这是内侧一个后门 OK OK 哦 叫Live Invader 原来如此 那我在这儿等 谁出来 谁开门呢 我就溜进去啊 果然出来个人 大家请看 这也是搞IT的吧 跟我穿的衣服一样不一样 我这个 IT这个选的衣服的感觉还不错吧 他怎么说啊 他说他的项目经理 让他加技能 但是呢 他认为应该要删除技能 如果技能全做的话呢 可能一年之后呢 才能Delise啊 然后呢 第四个季度呢 仅仅是一个Beta版 现在呢 已经到了第三个季度了 他说设计部呢 简直不知道在考虑什么东西 这人在发牢骚跟我啊 我跟他说 咱们休息事件已经结束了 这个人说 你是派遣社员吧 那么好 你跟我进来 我有事呢 想拜托你 哇 迈克这就昏进来了 跟人抽根烟就昏进来了 好 那我现在跟着这个程序员一起走啊 普罗古拉玛 我现在跟在他的后面 这迈克的 简直就是一个特工啊 好 现在我跟他上二楼啊 哇 他这个公司看起来真的像是这个 美国大公司感觉 Google 他这个微软啊 苹果啊 这种感觉啊 确实是搞IT的公司 布局都非常的像啊 他说你快看看我的电脑吧 我的电脑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帮他修一下电脑啊 OKOK 电脑呢 我已经把它修完了 电脑秀内容呢 我就不给大家放了啊 我能把它删掉 这个人什么脑子有问题啊 他说 你快去看一下吧 我们的这个试作手机呢 就在那间屋子里 这简直就是一个革命 他让我去看一下 那太简单了 这不送上门来了吗 那么我去看一下这个试作机啊 就是这个手机的实验品 好 那我现在应该是把这个手机 换上莱斯特的芯片啊 这个任务完成的 比想象的顺利的很多啊 异常的顺利啊 OK 大家注意看 我的蓝包并没有拿走啊 现在我的任务是赶紧出去 赶紧离开这个建筑屋 这家公司的人 怎么都看着脑子有问题呢 十五足倒了 三不说了 咱们赶紧离开 不过像一般的大公司 一般这种 安全都是管理表演嘛 怎么会说让一般的人 不认识人进来呢 而且还能进到总裁的办公室 那几乎不可能啊 这是一个ATM 这个女的在发牢骚 但是我是从这来的吗 我不是从这来的是吧 我当时从哪来的 我都忘了啊 我应该不是从这来的啊 我看一下啊 这是她的前台吗 对不对 我肯定不是从这来的 那算了吧 咱们从这出去吧 把这个前台小姐呢 为我打开了门 那这前台小姐还是不错啊 好 那么咱们马上离开 这是非之地啊 不可久留 我现在应该是赶紧找到我的车 对吧 我看看 我当时应该是从这边开车过来 然后停在这个路口啊 稍等啊 这儿了 OKOK 现在我的任务是 赶紧开车回家才对啊 好 那咱们上车 我刚注意到啊 迈克开这个车是奥迪是吧 看标志想起来啊 我怎么看那么眼熟呢 开的是奥迪啊 好 那咱们现在赶紧回家 然后咱们接下来的情节就是 回家看电视 回家看电视 回家呢 看电视 然后呢 赶上手机的发布会 同时呢 给这个手机的这个厂商 给这个CEO 就是莱斯特特别讨厌的那个人呢 打一个电话 好 咱们赶紧回家啊 咱们完成既定的任务 没想到这个迈克的家 离这个公司这么近啊 这不就到家了吗 稍等啊 我把车开进去啊 我迈克这个车 一看这个排气管 我感觉就是四驱的啊 里面它还一辆黄车 这迈克的车是太多了 比那莱斯特特过日的好的不是阴影半点啊 好 咱们赶紧的回家啊 咱们赶上新的发布会 赶上这个手机发布会啊 迈克的女儿呢 她正在看电视 迈克一生气 说你别看了 该我看了 然后呢 迈克去抢他这个麦克风 不是麦克风啊 迈克抢迈克风 迈克抢他这个遥控器啊 好 咱们下面呢 看一下发布会啊 我看啊 按L键来调整这个频道 OKOK 赶上了 这就是Nolis的发布会 我看啊 他说 当Nolis演示电话的 视作机的时候呢 就给他打一个电话 OKOK 屏幕左上角是这么提示我说的啊 他说 我呢 是在我父母的台球场呢 开始创业 直到今天呢 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今天 我给大家看一个 最高最强的兵器 叫做红区 来征服世界 红区啊 不叫红米啊 咱们再看啊 我们要把数亿人的情报呢 公开在网上 当然呢 这个过程呢 需要花一些个钱 但是呢 我们有全世界 最年轻的劳动力 平均只有14.4岁 这怎么可能 这不雇用同工吗 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你们感到吃惊吧 这我们不吃惊啊 你违法了 他穿的有点像扎克伯格啊 不像乔布斯 今天 在这个地方 我们准备踏出新的一步 要公开他那个电话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未来 他的这个阿毕罗 跟这个乔布斯有点像啊 就是这个 红区 那么好 那么我开始给他打电话了 让他在这嘚瑟啊 咱们马上给他打电话 就是这个 好我现在不电话啊 扎克伯格你等着 有点像扎克伯格啊 哇 哇 天哪 没有信号了 哇 天哪 果然是 果然是迈克干的事啊 是迈克一伙干的事 有点过分啊 哦 迈克现在也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任务完成 我的天啊 这任务可真是啊 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啊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会至于更新 我的GK5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至于观众选法视频 咱们在下个视频中 再见吧 拜拜